我们一拖新舱单系统 加强于铁路入境地海关之间的信息互换 进一步提升班列通关效率 以往日本商品车进入中亚地区 是通过海运穿越印度洋、地中海和黑海 到达俄罗斯后在风波至哈萨克斯坦 全程需要80余天 通过新开通的该条新商品车多时连运通道 日本商品车运输时间被压缩为30天左右 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 从而提升了日本商品车在中亚市场的竞争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